第四次的2021激烙雨國際激烙賽 冠軍就是我們飛到十四號的胡一仁石頭 那你們第一激烙雨國際激烙賽的冠軍 從T12位激烙中的護官 請下來到的冠軍 相當的不容易喔 他們的釣魚之靈應該都非常非常的自身 或許一直在幫我們這個比賽 也希望明年也可以來見到大家 好今年辦2021的國際激烙賽 跟往年比起來是相當的不簡單 也是相當的特別 因為今年在疫情的威脅當下 我們依然有很多的激烙好手 來到激烙雨參加我們2021國際激烙賽 那這兩天因為海上天氣氣候都不錯 所以我們選手都有很多抱頭 滿載而歸的情形 那今天是我們的頒獎典禮 那我們也要頒發 今年釣出最大尾的大尾獎 那也感謝各位選手 依然支持激烙市政府 還有海洋保育署的有山釣魚政策 那踴躍來報名我們2021的激烙雨國際激烙賽 激烙是一個得天獨厚的海洋城市 舉辦追蹤有在地特色國際活動格外吸引人 好那我想其實激烙雨大都一直是 釣手們非常嚮往的一個地點 那早些時候可能因為一些因素沒有開放 那這幾年我想在激烙市政府市長 還有處長還有科長們的一個團隊 帶領下建了一個非常好的制度 跟完整的系統 那行政院這兩年呢 提向海致敬 我們海保育希望推友善釣魚 那這個過程當中呢我想包括激烙市 就是我們很好一個典範 那我們特別在今年參與的 這樣子的活動感到非常的餘有榮焉 那也希望說之後我們可以繼續一起合作 怎麼樣把這個友善釣魚 還有愛護資源 愛護環境的想法 不光是激烙雨 可以推到澎加雨 可以推到台灣更多地方 包括澎湖 包括離島 那讓這成為一個全民運動 那也希望能夠大家繼續鼓勵支持這樣的活動 然後呢希望大家明年再見 相信透過比賽推廣 能夠讓大家更加的親近海洋 進而保護海洋生態 永續海洋資源 記者黃日生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